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在這個光滑的水平面上 有一個靜子的A物體4公斤 上面有一個B物體2公斤 它們之間的動摩擦係數是等於0.2 現在有一個質量1公斤的物體 速度是49公尺每秒 撞擊的V物體 然後它反彈的速度 是它原來的5分之1 就是說V0' 是等於負的5分之1 V0這樣子 反彈速度是進去的5分之1 那麼他現在問說 求A與B A跟B相對靜子的時候 也就是說B跟A一起跑的時候 那麼B在A上面滑行的距離 這怎麼做 這個的話 這個小M打上去以後 瞬間動量守 瞬間動量守 它獲得了一個動量以後 開始在上面跑 它上面有摩擦力 所以它會帶動它 它會對它加速 它會對它減速 到最後的話 它的速度越來越大 它速度越來越小 結果速度一起跑 那麼他會說 它在上面行走的多少距離 好 現在怎麼做 我就用瞬間動量的手 一開始的動量也是1 那乘以這個是49 那後來的動量 它反彈 反彈的速度是原來5分之1 所以是負的5分之1 1乘以5分之1 再乘以49 那1我們就省略 乘以49 加速度 加多少呢 加這個呢 它的動量 瞬間的動量 就是2 再乘以這個VB 好 現在它有速度了 它有速度以後的話 它就在上面跑 那上面跑的話 他們之間有那個動模差異 然後它會給它做工 就是說 打上去的瞬間 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 然後呢 擁有動能多少 擁有的那個總動能 總動能 總動能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 2分之1 m 就是mv 再乘以多少呢 vb的平方 這撞上去的以後 它開始在跑的時候 它的那個瞬間 總動能這樣子 然後它開始 跑的時候 會給它做動力 那麼它就給它做工 它就做多少工呢 就是說 一開始做工嘛 然後呢 做到什麼呢 它相對靜止 那這樣子的時候 這個A物體 它會行走多少距離 行走 就是說A物體它獲得多少動呢 就是EKAR A物體的話 它會獲得什麼呢 獲得那個 它給它做的工 就是MK 它乘以多少呢 乘以A行走距離 我們叫做SA A行走距離 這個行走距離 就是從靜止 到達什麼呢 到達他們一起跑的時候 那段距離 但是這個時候的話 它也有給它作用力 它給它作用力的話 是阻止它運動 所以它給它做工的話 是做護工 就是說 它給它作用力 是往這邊嗎 它移動方向往這裡 所以它給它做護工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 B它的那個動能變化 B的那個動能變化 ΔEK EKB 它動能變化會減少 這個是A的動能變化 A一開始沒有動能 再來我們看 B的動能變化 B的動能變化的話 是等於什麼呢 是等於負的 FK 再乘以多少 乘以B移動的距離 SB 現在的話 B會移動的距離會比較長 A的話 移動的距離比較短 然後B在A上面移動的距離 就是 B移動的距離 減掉A移動的距離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知道ΔEKA 這個等於兩個加起來 兩個加起來 就等於多少 因為這個比較大 所以是負的FK 乘以呢 SB-SA 就等於ΔS 這台S呢 就是我們呢 要找的 就是說呢 他的上面行走距離 就是他 他走的距離 減掉他走的距離 就等於他的上面行走距離 這個呢 他是動能損失量 所以現在的話 我們就想說 這個 總動能 總動能 他加上 那個 加上他動能的變化量 這是負的 代表他動能損失 加上ΔEK 1K 這ΔEK 這兩個把它加起來 等於說 等於最後的動能 最後的動能 是一起跑的動能 我們叫做 直行動能 EK 所以我就想著說 這個ΔEK 就是我把它移過去 這是戶的 我把它移過去 就是F K乘以ΔS 等於總動能 扣掉直行動能 這個上的嘛 事實上就是內動能 內動能 就等二分之一 一開始的那個 乘以他 那個縮減質量 乘以一開始 它的相對速度 V1連Va 但是一開始的話 A是禁止的 所以事實上 這一項就是Vb 那Vb的話 就是這一項 好 Vb是這一項 我們要把它帶進來 那現在 Vb是等於多少 縮減質量 就等於 ma是4 加mv2 乘以 ma乘以mv 分之到 4乘以2 4乘以2 所以這樣多少呢 6分之8 1.2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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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所以是3分之4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那個 Vb Vb 平方 R 通通把它也帶進去 這個mv2 它是縮減質量 是等於3分之4 乘以多少呢 乘以那個v的速度 一開始 那個a的速度等於0 所以v的速度 v的速度 v的速度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 25Vb 比多少 5分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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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呢 49 23的6 所以5分之3 乘以49 5分之3 乘以49 那除以多少 兩倍了呢 動摩擦力 動摩擦力 就等於動摩擦係數 0.2 乘以多少 乘以正向力 正向力 正向力的重力比下 算是2公斤重 2乘以9.8 這樣子 好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就是等於 這也是0.8 那0.8的話 我這個小數點點 點它 這就0.08 乘以多少呢 乘以98 那49可以約掉 所以0.04 那這3可以約掉 所以變成多少呢 0.08 乘以0.16 0.08 乘以2 是0.16 乘以0.8 乘以0.16 那0.16 就是百分之16 0.16分之1 0.16分之1 515 525 得10 然後多少呢 誒 誒 誒 446 誒 奇怪 這個 搞錯了 0.08 就是8 喔!這裡有平方 這裡搞錯了 這5分之3 Vb的平方 所以還太長 這個東西是5分之3 5分之3的平方 5分之3乘以49的平方 它再乘以5分之3 再乘以49 再少這個 這個是Vb平方 所以還再乘 它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5分之3 再乘以49 好!那這樣的話 4等於多少呢 這4 4、5、20 通通約掉了 然後就變成多少呢 那這5的話就可以拿上去 所以是5分之3 3 乘以5 再乘以49 別掉 所以49 乘以3 多少呢 39 27 即2 3是12 147 147公尺 147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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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